今天我們做的是極速快捷的三文字口 首先準備了食材就是這裡 首先我們處理了兩塊麵包 先放牛油果 超級快 手殘都做到的三文字口 切完牛油果就可以均勻地塗在麵包上 好 然後我們就加一些黑椒 簡單的調味 然後加上另外的麵包 這個時候就可以加這個沙律醬 沒錯 把沙律醬做成一個四方塊塊 然後就可以把雞蛋加上這個框塊 讓雞蛋不要掉出來 最後的步驟就是加入這個芝士 令它更加美味 這個焗爐已經預熱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放進焗爐裡 180度 10分鐘 180度 180度 10分鐘 加一點香草 現在切開看看裡面 吃了